羅杰葉 蘊 翊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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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對小熊維妮 小熊維妮呢 它其實在看 感覺好像似乎很幼稚 它其實一點都 我覺得它不幼稚 但那個 所謂真人版的小熊維妮呢 其實 看了會有 是某種感傷 一種 淡淡的 那我先看一下他的预告片 大概判考的一个就是 我觉得是在讲这个 所谓持回迷失自我的生命 那我相信大家一定都觉得 你们都没有迷失自我 但是其实上我们已经失去了我们自己 为什么我们已经失去了自己呢 我先讲一下 这个玩偶不成比例很正常 你看那个小猪那么小 他叫鼓又那么大 反正好像失误不成 因为是玩偶 那是当时罗宾的小时候的同伴 小时候的玩偶 他讲述了一直在白骨森林里面的故事 那这个白骨森林又代表什么 白骨森林其实我就觉得它象征的是 就是罗宾这个小男孩的内心世界 内在的心灵 所以这个小猪威尼呢 这本身是一个故事书 也是个童话书 那它在迪士尼的乐园里面 不管香港 大陆没有 中国大陆没有 香港啊 日本啊 或者是美国啊 都有小猪威尼的这个游戏 因为大陆你知道我说没有啊 我知道啊 就是威尼嘛 对不对 跟习近平啊 所以大陆不可能有这个游戏 但是只要有这个游戏区的话 就它说 它一开头就会说在白骨森林里面 也就是说在 对于这个罗宾的白骨森林里面是怎么样的 那小时候会有幻想一些 幻想一些 自我幻想的空间 你们小时候有没有自我幻想的空间 有没有 有没有 男生有没有把自己想像的人是无敌眼睛 韩相 想像的人是什么 那女生有没有把自己想像的什么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你的童年好不好 不要跟我说你没有童年 你是石头碰出来突然越弩辣 不可能 有你自己的童年 小时候有幻想自己 小时候有幻想要当老师 要当老师是不是 有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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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错啊 不错很好 有圣经厌谈 是 好 小时候你的幻想就是什么事情 太疯了 小时候不好意思 OK 应该大家都有一种 这种经验 幻想是什么 然后你会模拟想要做这些事情 幻想都想不到 不会啦 一定有啦 我小时候还会有一个很奇怪的思维 就是我好像 就是可能电影看太多了 就是卡通电影 卡通不是都会有一个 所谓内在会 有一个邪恶的声音 跟一个善良的声音 我会幻想 我的邪恶的声音 在跟我善良的声音 他们在对话 挺幼稚 对 挺幼稚 然后两个对话 我的人 其实我本来就想做 比较邪恶的事情 那我就会让邪恶的话 讲得比较多一点 让那个善良的那个心 讲话比较少一些 我会幻想这个 幻想这个 幻想这个 对罗宾呢 他小时候的同伴就是 小熊威仪他们 这群的娃娃 但是 非常不巧的 罗宾长大的 没长多大 看起来他应该只是一个 佛小生 就被强迫了 必须送到 住宿学校 那住宿学校非常的严格 不能去带一些娃娃去 所以他们就有小熊威仪来给他 拜一场告别会 我们来看这个 至少代表就会 都忘记 他小熊威仪说 我只要到99岁 代表什么意思 我的生命 当我留在99岁 我永远都会有你 我的生命如果留在99岁 我永远都会有你 所以小熊威仪是非常喜欢 柔宾的 好了 长大之后你在哪里 各位在哪里 在清水高中 那长大之后在哪里 你的真正的那三层的心灵世界 在哪里 刚才那个 罗宾刚才说 我做的会永远 我未来也不会记得你们的 事实上 罗宾真的会记得吗 好 德语诗之间 那接下来呢 等一下我们会看到 那个罗宾慢慢的长大 这个是美国的 美国的 刚刚拍英国的故事 他描述英国 他得到工作 他失去了他家 他也不得已啦 因为他们那个 这个大集团 做这个旅行箱的 这个小公司 这大门里面的小公司 一直负债 然后呢 他的老板跟他说 你必须减百分之二十的成本 那唯一能做的事 你现在去加班嘛 加班去算这些成本 一半一就要开会了 你就要加班 周末加班 我一半一 我家女人跟我太太说 我们要出去 家庭的工作 必须取舍一个 从小开始 罗宾是不是就失去了 先失去了 先失去了 所谓的童年 送到技术学校 然后再 在技术学校过程当中 失去了谁 他的父亲 他的父亲 他的父亲失去了之后呢 他的家人安慰他说 你要决定选家他靠年 然后慢慢渐渐长大之后 他就 他在公司上遇到他的老婆 然后开始就交往去结婚 结婚每周就被 就被震照去打仗 很倒霉 所以他女儿 所以第一个纳服 第二个纳服 第三个纳服 都没有 都没有爸爸 都从来没说 爸爸是谁 结果最后 他妈妈带着他去活生 他爸爸回来 才第一次看到他的爸爸 他失去了那么多东西 但他也得到了工作 他是一个效率经理 就是一个 应该可能是负责的一个经历 他大概就没错 那因为你得到了 你就可能必须得失去一些东西 所以对罗宾来讲 他失去了他的 他最原始的那个 那个童年的样子 那请问 到今天为止 你失去了什么 自由 都有 是吗 都有 没那么悲惨吧 所以我们有没有可能 再把那些失去的东西 都应该找回来 我最近发现 很多电影里面 真的值得讨论的电影 就是那种 会重新找回 真正的我的 真正的我是谁 那种电影 最值得看 不是说那种电影 其实那种电影 那种电影其实最 失去了他媽 他要重新找回自信 因為他的樣子跟別人不一樣 所以要找回自己 那我們看到這個羅賓也是失去了自己 他不需要找回 真的是他自己 那請問 你們失去了什麼 不知道對不對 好 蛤 失去了找回來了 可以啦 可以找到回來 怎麼找回來 你必須先認清一件事情 你是誰 我們要從一代還是反思在我是誰 所以我們從哲學思考 到人學探索 到現在的中期觀察 更重要的是 他知道我不是那個班的名字 裡面的那個我 我不是實際在家裡面的那個我 我還有一遇看到小熊維尼 都沒有回答 沒有回答 為什麼羅賓不敢讓人家看到 鄰居看到小熊維尼 為什麼 這個維尼好像是他的椅子 好像說 不要讓人家知道他另外一個 對 沒錯 他其實有一點 維尼有點像是他 內在的心靈 對不對 那個內心的那個 可能 小小的他 或者是什麼 不知道他 我不敢想說 一定是代表良癡啊 但是可能是一種生意 但是就覆蓋到人家看 就一直在 把自己蓋起來 把自己補償起來 不想讓人家知道 然後他的朋友隔壁裡 其實說 要不然再打個牌啊 他說 你這樣 他剛不是故意我嗎 故意說 你一直逼著我去打牌 快把我壓扁 你看 羅賓都不懂得什麼 不懂得自我放鬆啊 但是 羅賓失去的自己 可是我以為你有沒有 不認得吧 他只說 你只是多了幾條皺紋和牙 還是你 還是羅賓啊 那我們 不要因為我們長大 我們失去自己 不知道我是誰 好 那我繼續想 我把它剪成五次之後 會用成圖片 好 那我是誰 你知道你是誰對不對 拜託真的希望各位 不管怎樣 你要唱也是誰 很清楚你知道你是誰 好 我們繼續去看 維尼他講這句話 他說 有時候呢 那我所事事啊 反而是你成就 最美好的大事 你不寫用 不要用 你那什麼 有時候你不要去做太多事情嘛 其實 反而 這叫做 以敬自來 動得太多 你沒有機會 你不要去做太多 那佛家有句話是什麼 隨緣無辯 無辯 隨緣嘛 你不要去擔心 太多的文化 好 接下來 羅賓說 唉唷我失敗崩壞 他說 小熊維尼回家 他說 你沒有崩壞啊 只是長了幾條皺紋就是啊 其實你並沒有崩壞 平時 還是你啊 多了幾條皺紋而已 好 接下來下一個 這段對話 這個我們又撿進來 會說 那個人們總是說 有什麼事情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總是 無事可做 沒有 每天都沒有事情可以做 其實小熊維尼也有怕的事情要做 但他就覺得沒有什麼事情可以做 這是他的人生觀 不要把自己弄得太難 要複雜 好 單純你就好 那這時候呢 因為小熊維尼 那羅賓不是帶小熊維尼回到家裡面去 小熊維尼就是怎樣 那個太單純了 腦袋太小 所以一直闖破 羅賓受不了 因為我周末我才把我的太太我的女兒 趕回鄉下去了 我現在你又來 我要照顧你不可能 他決定的一件事情 你給我現在回去 你現在就沒有動的 然後我帶著你回去 我坐火車帶你回去 你的白母生裡回去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羅賓帶著這個小熊維尼 回到他的那個 那個 一定有啊 因為長熊維尼熊 他的目的就是吞吃你的快樂 你就看你失去了你的 你所用的 你應該有吧 你可能因為 某一些特殊的原因 好 那我現在直接來 把他的答案看出來 對羅賓來講 他的工作 就是他的場地外 他的上司就是我的使用 因為他就慢力的去工作 工作他已經 他更失去了自己 他已經失去了自己了 他已經更迷失了自我的方向了 所以 那就是他的長期外的工作 他沒有快樂 他連我們剛剛說 他連隔壁要找他打擺 他都要選擇 不要 對不對 就拒絕 他連休息前 連家庭也都選擇 不要 他沒辦法因為 因為家庭的那個那個 因為工作所需嘛 所以他必須 因為他 他也承擔一些責任啊 他的工作 他是那個人事經理 所以他如果他不去 做好人事身份的話 那 那麼怎麼辦 那就有裁員啊 那他就 他那個責任感很大 好 那接下來 剛才因為他不是昏了 昏過去 他突然醒過來之後 他覺得他錯了 他現在還在男女生裡面 於是他還想要找到小熊 小熊我也還在 那個當時跟他約定好的那個地方 小時候約定好的那個地方 等待這個 這個羅賓出現 這個羅賓才意識到 他已經真的迷失了自我的方向了 我注意到那想想那句話 對我來講太累了 來再想一下 這句話有什麼意思呢 當昨天 還是明天的時候 對我來講太累了 今天是哪一天 今天是今天哪一天 我最喜歡的今天 今天是今天所以是我最喜歡的 當昨天還是明天的時候 對我來講太累了 他把昨天跟明天又放在裡面 昨天 他的意思今天是代表 前天在想 不要想著隔一天的事情 我們今天也不要去擔心明天的事情 今天 今天是不好今天 就是最快的一天 所以有時候不用太去 去操反 你該怎麼樣 那個怎麼樣 所以他那個 羅賓他不是這樣老闆就說 我覺得有時候 我們是不是很不要去做什麼 你給員工有薪假 你讓員工出去玩 出去玩的時候 就是提了我們公司的行李這樣 提了公司行李就是做一個無息的謊告 那我其實就是我們公司先不用做什麼事情 直接去做這些無息的謊告的時候 就會帶來未來的傷心 那不就是我們就可以賺錢了 所以然後他就跟那個 他的那個老闆的兒子 小老闆跟他說 你就是那個我的室友 你就是要失去了我們自己 賣掉我們的生命 來為你工作 OK 這就是那個討論的問題 那羅賓他終於拾回了 他的重點其實並不完全是在 小熊維尼身上 重點其實是在羅賓身上 所以他重點講這個 我覺得他講了很多的 我覺得還蠻有人生哲理 蠻有人生道理的一些話 所以就剛剛說 那今天是今天哪年 我最喜歡的一天 然後 有一句話 所以不要為明天憂慮 因為明天是有明天憂慮 一天難處一天當就夠 你好好的過好 你今天的每一天就夠了 不要去擔心到太多 你不需要擔心的問題 當然 也不要說 也不是這個意思 就是乾脆就這樣子 耍廢一點 不是耍廢的意思 好 你們從此找回你自己 誰是你生命中的長壁怪 誰是你生命中的紋石油 想到了沒 還是沒想到 還是不好意思說 一定有那個長壁蓋 真的紋石油 好 那當然我想 我們還有一些時間 我想給大家看 那個中間有一個巧合 就是羅賓很受不了誰 受不了這個小熊磨瑜 他剛剛不是說在家裡嗎 他把他決定 最後決定要把他送回到 那個他的這個鄉下 不是不快樂的啊 並沒有不快樂啊 其他沒有不快樂 非常不快樂 想說那給他氣球嘛 就不需要 我們不需要靠氣球的快樂 所以 想到你自己的生命中的 長壁塊的紋石油有沒有 應該是有的 因為他讓你失去的 你的終極目標 你到底人生應該 往哪個方向走 因為你長壁塊的關係 因為紋石油的關係 讓你好像就是那個賣票員一樣 被關在籠子裡面 你已經失去了真正的 真正理由的方向了 所以一定要找到 屬於自己的方向 那找到自己的方向很簡單 要先怎麼樣 認清楚你是誰 當你知道你自己是誰的時候 你才會在你的方向去哪裡 然後會進行到 我們下個禮拜要聊 一個叫價值 價值事變的問題 因為我們這個路上 有很多條 該怎麼去做 該怎麼走 有這個選擇 要靠我們用智慧去選擇 好 那我們今天就是 看那個比較 比較沉 其實我覺得他蠻沉重 不是很開心的 也不一定 因為他帶我去思考 我們自己的熱誠 那個方向的打招 我們看完這個 威尼智油 我們下禮拜就會 來聊另外一個 叫做價值看的 各位可以 下課 準備下一個 好